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两个之后经常要用到的概念 叫做Linear Compilations和Spin 那我们首先我们说什么是Linear Compilations 如果我们给定那个 V1V2到VP吧 如果另外一个项量 我可以写成V1到V2的一个组合 什么呢? Y可以写成是什么呢? K1V1加上K2V2一直加到KPVP 那我们就说Y is a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V1到VP 这是Linear Combination 它的定义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很简单的看一下 例如说我们如果说V1等于1 V2等于01 Y等于3-5 那我们就知道 Y等于3V1-5V2 它就是V1V2 它就是一个V1V2的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如果V1等于1-1V2等于1-1V2等于1-1Y Y还是等于3-5 我们看Y可不可以写成V1V2的这个Linear Combination 3-5 那也就是说 Y它要等于K1V1加上K 我们可以写成K1V1加上K2 如果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用这个我们不能 我就是一眼就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 那如果是可以写成K1V1加K2V2 那它就应该是K1加上K2 这是负的K1加上K2 那等于3-5 那也就是说 K1加上K2等于3 负的K1加上K2等于-5 那我们可以我们看 这就是一个线系方程组 这是1-1-3-1-1-5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就是第一个向量 这是第二个向量 这是Y 所以就用解线系方程组的方式 就是要求K1K2 那么1-1-3-0-2-2 所以我们 différents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113-0-1-1 然后再做一次变换 我们就会变成 104-0-1-1 所以我们可以解出来 K1等于4 K2等于负1就可以了 4负1对 K1等于4 K2等于负1对 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确定一个向量 是不是另外一组向量的线性组合 我们只需要借一个线性方程组 我们再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V1等于1-2 V2-5 V2等于2-5-6 V等于7-4-3 我们determine 我们问一下 Y是不是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和是V1-V2的combination 那这个根据我们刚才 在linear combination的定义 我们就是K1V1加上K2V2 要等于Y的话 那么就是K1V1就是K1-2 K1V2K1-5K1 加上这是2倍的K1 2倍的K2 5倍的K2 6倍的K2 要等于7-4-3 那我们把这个方程组写出来 就变成K1加上2倍K2 等于7-2K1加上5倍的K2 等于4-5K1加上6倍的K2 2等于-3 很显然这是一个二元的线性方程组 三个方程 按根据解方程组的方式 我们解非其次线性方程组 我们把K1K2当成位置圆 那就变成127-2-5-4-5-6-3 解这样的一个非其次线性方程组 127 我们第一行乘上2加上来 18乘上5加上来 这次第114 pet수 把Q2K1加上6-5-5-6-5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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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我们再把第二行乘上负2加到第一行去乘上负2了 这是3 所以我们得到的解释 K1等于3 K2等于2 也就是说 Y等于3倍的V1加上2倍的V2 那我们稍微看一看 我们跟前面一样 我们看 我们解这个线性方程组的时候 这个第一列正好就是V1 第二列就是V2 1-2-5和2-5-6 而最后这最后这一列就是我们的Y 那么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Y is a combination 如果Y是一个 是V1到VP的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那它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说A X等于5和1 它有Solution 其中A等于什么呢 A就是V1 V2 我们按照顺序把它排成一个矩阵 我们按照它的顺序排成一个矩阵就可以了 Y 就等于 Y就是的 就是Y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看 用这个 用这个结论 我们就 前面这一部分 前面写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不用写了 以后我们就直接解写形形方程组就知道了 那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我们说是V1 等于1-20 V2 等于012 V3 等于5-6 8 然后Y 等于2-1 6 Determine 我们问 我们问 Y是不是 V1到V3的这个 零件Combination 所以我们只需要按照我们刚才这个结论 我们就只需要解一个线性方程组就可以了 我们看A A就等于1-2 0 012 5-6 8 A Y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1-2 012 5-6 8 然后Y写的右边 接这样的一个飞起子线线方程组就可以了 我们把第1行乘上2加到第2行去 所以这是0 1 4 乘上2 那么这是3 1 2 8 6 我们再把第2行乘上-2加到第3行去 0 0 1 4 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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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 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有解 A X等于Y Has Solution 因为我们刚才结论 如果我们 不需要写出它的表达式 不需要写出它的表达式的话 如果我们只要确定它是不是是不是一个linear compilation 那我们 可能不需要写出它的表达式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有解 它就是可以写成它的表达式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 它的 argument matrix的rank和系数矩帧的rank都要是相等的 所以它有solution 而且它是infinity solution 所以Y它是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V1到V3 那你如果要写 要写 要给它一个表达式 那我们可以定自由元等于0 我们只能找一个表达式就可以了 那例如说 我们可以取 我们可以取K1等于2 K2等于3就可以了 那么 K 那么就是2倍的V1 加上3倍的V2 就等于Y 当然因为有无限多个可能 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 选择其他的方式 可以选择其他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例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是2倍V1 加上3倍的V2 2V1 那么这是2加0 这个2 2倍的V1 就是负4 加上3 那么这是负1 然后3乘上2 6 这是其中一个表达式 这是linear compilation 我们看它这是第三个 那么 有一个比较 重要的 我们叫做spin spin这个东西 比较难理解一点 我们说V1 到VP 我们说spin V1到VP V1到VP的一个spin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 这样的一个集合 这样的一个集合 就是 所有的vector 所有的这种写成 我们写成 K1 K1V1 K1V1加上K2V2加到KPVP 这样的一个线性组合 那么K1 K1 都是属于R 就是所有能够写成这样的 先行组合的向量的集合 或者说是我们把K1到KP 取变所有的这个时数 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得到这样的一个集合 取变所有的 把K1到KP取变所有的时数 那么取变所有的时数 我们把这样的 所有的这种向量 全部放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span span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线性空间 它组成的 但我们之后 我们讲线性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 很特殊的线性空间 那么它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K1到KP 都取变所有的时数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简单的 我们先看一个 它的几何的意思 那我们例如说我们V1它是等于10 那我们spanV1是什么呢 我们看10是什么东西呢 10就是这样的 在X轴上 一个单位的向量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V1 那么spanV1 我们它就是等于这样的集合 KV1 那么K是取变所有的时数 我们说取变所有的时数 那么K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0向量 K等于-1的话 就是这是负的V1 那么K取 例如说我们取变0到1之间的数 那么就取变 那就是在这里面的任何的一个点 得到一个这样的向量 向量 那么我们K取2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向量 这是K取2 K取3 我们是这样的向量 K取4 我们取变所有的正的时数 我们发现就是X轴的正向 X轴的正向部分 那么取变所有的负数的话 就是它的负向的部分 所以说这个span spanV1就是等于X-axis 就是X轴 它实际上就是整个的X轴 它的终点 整个就是X轴这条直线 它的终点所画出来的这个轨迹 就是我们这个X轴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V1等于10 V2等于01 那我们span V1 V2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成是K1V1加上K2V2 那么K1K2它是 区别所有的一个比较所有的时数 那实际上等于什么呢 K1V1就是K0 K1 所以这是K1K2 那这是因为X K1K2 区别所有的时数 它是 那我们发现 这是表示平面上的所有的点 因为K1K2 任何一对 K1K2代表的是平面上的一个点 那么你把K1K2取变所有的时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对数 那就取变了平面上的所有的点 所以它就是得有我们的平面 整个的二维平面 这就是span的它的意思 那么基本上就是span 出来的一个 span一个项量组 得到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一个先行空间 那我们看到的 这是两个特殊的 两个特殊的项量 这是平面上的单位项量 那如果V1等于100 V2等于010 V3等于001 那span V1 V2 V3 它就是 实际上就是R3 就是我们三维空间 那因为你我们取它的LinearCombination 我们把它的这个系数 区别所有的时数 那就区别上 区别了三维空间中的每个点 因为 向量 可以跟我们的空间的点 做对应 因为空间中的每个点 对应实际上也是对应着一个向量 因为你把这个从原点到这个点做一个向量 我们都就得到跟空间这个点就对应了 所以这个这三个向量 它的span 我们结果发现就是我们三维空间中的自己 自己这样的一个向量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 V1 V2 这种到VP 它们之间 如果相互之间不是 我们之后要讲的Linear Independent 就是不是线性无关的话 不是线性相关的话 或者说是它们之间是线性无关的话 它们总是组成RN中间的一个超平面 实际上是RN中的一个线性次空间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